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事件 我是BOSS 今天 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经济的那些真实困境 这一次 我们从美元存款利率下滑这个细节切入 看看它背后反映出的各种问题 我知道 很多长期关心金融市场的朋友 以及专业从事金融相关工作的观众 其实对这个问题都有所关注 美元存款的利率怎么突然变得五字头难觅了呢 你看看 2024年以来 美元存款的利率一路回落 从当初的五个点还比较常见 到现在 3%左右已经算是稀松平常了 这表面上看是美联储降息导致的结果 可咱们往深一点挖 那故事可就多了 是不是 首先 咱们的明白 美联储为时谋要降息呢 这跟美国本身的经济结构有很大的关系 连续的高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 让美联储一年多来不断加息 整个2023年上半年的加息动作 其实就让全球紧张起来 大家都预测 美联储持续的紧缩政策会对全球资本市场造成影响 结果到了2024年 美国国内的经济压力更大了 要想促进企业投资和就业 美联储转头开始降息大法 2024年9月降了50个基点 11月又消了25个基点 美联储这么做 自然是想让资金成本变低 鼓励借贷和消费 试图避免经济进一步滑坡 那美联储这样倒个车 中国的银行当然也得跟着掉啊 这就导致了咱们看到的美元存款利率接连下滑 如果你现在想在中国找个超过5%的美元存款利率产品 你可得找得真够仔细 银行报数的利率一个个都往下掉 连横峰这种自己平时利率偏高的乘商型 都开始大幅下调他们的美元存款产品利率 所以说 这一切的背后 其实是美元的货币政策在摆布全球 现在的问题来了 美元存款利率下滑 对一般人有什么影响呢 这其实跟很多普通人没有太多直接联系 因为大多数人不会大规模存美元 而且更严重的影响 其实是对中国本身的金融体系 和我们老百姓的资产配置 这里咱们的说清楚一点 人民币为什么还是很多中国人 不愿意大规模增持的资产呢 你看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政策 从对内来看是一片振兴 政府反复强调经济结构转型和内需拉动增长 好像说的很美 但实际上呢 我们老百姓看到的理财产品 高收益的越来越少 对外出口压力越来越大 内需呢 没那么多真的用得上的消费动力啊 大家不敢买 不敢消费 这内需怎么拉得起来 现在美元利率往下走 大批资金要么选择持比观望 要么就开始更加保守的寻求短期的安全资产 而不是放长期看好资本市场 再说了 除了美元存款 还有很多其他资产都是跟美元走的 比如国际债券基金 发达国家股票等 高收益的资产越来越难找 资产荒已经开始成为了常态 说到这里 咱得往回看一下中国的货币政策 有些人可能会想 美元降息会不会逼着中国央行 也接着跟降息呢 而事实上 中国央行的变动幅度相对较小 表面上看起来独立 但实际上也得牵着美联储的鼻子走 尤其在全球经济密切联动的大背景下 我国肯定不能完全脱轨 中国长期的货币政策面临的 也就变成了两难 降息太多 人民币贬值压力大 不降息 经济增速又止不住地下滑 你知道最近有人在谈什么吗 就是熬不住了 干脆找些外部刺激 比如说过大出口 靠货币扩张来暂时撑住 内需不振的局面 可这魔干的后果是什么呢 很可能就是资产价格持续走软 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让普通老百姓荷包越来越瘦 最终呢 消费信心依然上不来 经济增长反倒变成了空中楼阁 咱现在回头再看2000年代讲的金砖四国 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中国吗 经济增速动辄10%以上 全球热钱都往中国流入 让中国成为了全球投资的热土 可是短短20年后 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其他金砖国家像巴西印度 现在经济环境各有自己的活力 但中国呢 赖以增长的出口遇到瓶颈 国内消费乏力 还有老龄化危机 这些都是咱们国家衰退的迹象 而且过去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的热情 已经很难再回来了 北京的清零政策 长期的不确定性政策调整 让很多外企撤资或者暂缓在华扩展计划 你看看2023年以来 外资进来多少 撤出去的又多少 中国吸引投资的吸引力急剧减少 而这些资金撤出去后 人们会去哪里呢 再来聊聊汇率风险 很多现在还在考虑美元存款的人 往往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因素 汇率波动 这两年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简直可以当股市来看了 购买美元存款 除了关注利率 你还得时刻盯着美元兑换的走势 稍有不慎 可能利息赚了几个百分点 却在汇率变动上亏得一塌糊涂 有人说美联储降息周期之后 美元还会贬值 那是不是说美元 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投资选择呢 我们从近期的中美经济对比来看 中国经济受到了结构性天花板的束缚 美国尽管有内部的债务问题和经济波动 但它还能靠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给它脱底 这就造成了投资者虽然对美元讨厌 但依然找不到替代品的尴尬现实 而人民币呢 虽然政府承诺会保持币值稳定 但无法忽视的是 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率和地位 依然很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民币很难成为避险工具 人们宁可损失点美元 也不愿意拿着大量人民币 这还不是中国自治的金融困局吗 我们再回来看看 国内整体的金融市场 过去今年可说是风声鹤唳 大量的房地产企业违约到债 资本撤出房地产市场 政府再三强调住房不炒 不少投资人因此转向了 美元存款等相对安全的产品 然而 随着美元利率一路下滑 这条投资路径也变得不那么诱人了 买美元存款的投资人 本来想住靠美元存定期吃利息 结果遇到美联储降息 美元回报率降低 还要承担汇率风险 如果是在美联储加息周期 那汇进场的投资人 还可能勉强撑下去 但接下来大规模的降息周期 对这些投资人来说 无疑是各种机 中国的经济环境下 避险需求就那么几个选项 房地产党不住风险 股市起码五六年来都是震荡不稳 加上外部贸易战和供应链危机 这些不确定因素 导致中国本土的投资渠道非常下窄 所以 你会发现 很多人转向美元资产 包括美元存款产品 本就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增值途径 结果现在连美元存款 都不再有原来那么高的回报了 打破了很多人的投资预期 而这种资本不待见的现象 恰恰揭示了中国当前的经济困境 不仅仅是美元存款利率下滑 这一现象表现出来的资本的避险难题 整个经济环境面临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还是信心问题 我们常说 中国经济政策非常稳健 但其实这种稳健背后 更像是经济活力被温柔绞杀的过程 本来资本市场需要自由发挥 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推动创新 打开经济活力的闸门 但中国的一些僵化政策 则加剧了市场的封闭性和资本逃离 比方说 地方政府财政紧张 不断推出严格的限制政策 莫完没了的监管打击 以及针对私人企业的政策波动 都让国内外投资者望而却步 这种政策环境 其实让中国市场一直处于挥埋日中 很多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 在这里做生意 不仅要看市场供需 还得看政策走向 说不好 哪天就有新政策横空出事 翻转所有经营规则 这让很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非常犹豫 比如2024年 外资进中国投资的数量 其实大幅缩水 2023年全年FDI 外商直接投资 对中国的净流入大幅下降 尤其在制造业领域 很多跨国公司 正在逐步削减在中国的产能 转而向其他国家投资 最典型的就是印度 越南这些亚洲新兴市场 每年获得的外资都在显著增长 这些都使中国的国际资本吸引力 变得更加黯淡 再接着说说中国另一起大资产市场的衰退 房地产和理财产品 其实过去两年 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的动荡 已经成为经济学校科书上 绘书写的一页黑历史了 房地产本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过去20年 房地产开发和基建投资 一度带动了GDP高速增长 房地产市场成为了许多 普通百姓财富增值的主要途径 而到了2021年 2022年 随着一系列针对房地产型业的调控政策出台 整个行业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房企频频暴雷 碧桂圆 恒大这些大型房企 更是成为了这一轮崩盘的代言人 同时 与房地产一样 受到重创的是理财产品市场 之前不少银行推出的理财产品 号称低风险高收益 吸引了大量的老百姓 将终身继续投入进去 可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崩塌 勾连着理财产品暴雷 不少投资者的本金都无法收回 更别说预期的高收益了 所以这样一来 老百姓的资产缩水的厉害 而银行又无法提供 有吸引力的理财产品 这样的资产增值困境 直接导致了人们对银行存款 尤其是美元存款的高度依赖 可现在这条路 又因为美元降息 变得前途渺茫 这真的是让人左右为难 刚才提到这些问题 最终其实指向一个结论 那就是中国正在面对的 资本外逃潮和内需低迷问题 据数据显示 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 资本从中国市场迁出的速度 显著加快 这背后是外企的巨幅撤资 也是中国富裕家庭和投资者的 不断向海外转移财富 这其中一方面是因为 汇率波动和投资渠道的狭窄 这让许多拥有积蓄的人 更愿意选择将资金 配置在安全的境外资产上 另一方面 更是因为中国内需增长乏力 消费信心低迷 使得大量资本失去了 在本地找到合适增值投资机会的信心 这就像一个恶性循环一样 内需低迷 企业经营环境充满不确定性 导致资本选择外逃 而资本的不断外逃 又让内部经济环境恶化 进一步削弱消费的动力 您看 2023年 中国政府启动了数个促消费政策 试图提振民众信心 但效果一直不明显 到现在 很多一线城市的消费市场 仍然相当低迷 许多商场和零售店铺的客流量 远低于预期 电商平台的交易额增速 也显著放缓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 推出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 政府一度认为 这会及大地推动消费热情 结果呢 人们的购车欲望 不如想象中那么强烈 销量增长的幅度 比起过去今年大大折扣 总的来看 美元存款利率的下滑 看似是因为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 但背后却是 中国经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了 简单的利率走势 延伸到整个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中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以及国内资本无法自如流动的困惑 让不少投资者和普通人 都处于观望状态 其次是外部环境 全球经济的不仅弃让中国的贸易出口 进一步受到撤肘 严重依赖外部市场的中国制造业 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再者就是内需疲软 消费疲惫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 短期的补贴政策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根源在于民众对未来的失望感 以及长期收入增长趋势的停滞 导致人们不愿消费 不敢消费 最后 我们的问 除了靠中央推出更多的货币和财政刺激 还有什么真正的改革措施 能够提振信心 促进经济复苏呢 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也许长期的结构性调整 是不可避免的 但关键在于 如何避免这个过程中的经济硬着路 如何稳住民生 防止大量资本和人才的进一步流失 总的来讲 美联储降息周期 导致的美元存款利率下降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 充分反映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经济问题 从中国经济的大局来看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局限于表面的美元存款利率下滑 而是隐藏在其背后的多重复杂因素 相互纠缠 这些问题 并不仅仅是某一两个政策调整可以解决的 在宏观和微观层面 都浮现出相当多的经济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 普通投资者和普通民众 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变化中的经济环境 政府又该如何进行更有效的调整 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说到这里 大家是如何看待中国国内银行美元存款利率 下滑这件事背后的经济意义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和大家分享您的观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